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传统的一个 meeting place 一个相遇的地方 东海大学由华一建筑师贝育明 进行整体规划 陈其宽和张兆康两位年轻的建筑师 负责整个校园的细部设计和新建工程 我觉得东海很了不起的就是说 他在设立这个学校的时候 他有一个理想 然后他后面的硬体跟课程的设计 跟制度的制定 他都紧紧抓住这个理想 我问过陈其宽老师 东海校园最漂亮的地方在哪里 他说虚空间 他说就像国画留百的一个空间 房子跟房子 剩下的一个虚空间 那个空间除了由人以外 还可以由大自然 由植物 由动物他们一起来分享 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教堂的位置 你看它跟文理大道的关系 它就不是说在文理大道的镜头 左线上 最重要的精神核心 居然没有放在左线上 站在一个支配的位置 他把它移开来 第一个我觉得规划上 它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一种 一种规划的一个原则 作为一所基督教大学 陆思义教堂是东海的精神象征 贝玉民和陈其宽不断修正讨论 决定以泡物双曲面 呈现教堂的线条 这个曲线和这个墙面 它就是泡物双曲面 是在一个工程数学上面 一个所形成的一个曲面 把它结下来变成这四个 整个教堂 由四片泡物双曲面构成 这样的结构 让教堂展现清零而庄严的效果 前后两组宝壳之间 轻巧地流向天际 将视野延伸到无限的上方 我的老师陈其宽先生呢 他每次带我们来的教堂 一定来到这个角落 他特别要带到这里或者那里 他说这边呢 才真的能够看到说 这个教堂 泡物双曲面的秘密 也就是说当我们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感觉这个曲线呢 是往下垂曲的 可是来到这个角落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的曲面的轮波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边 是往外鼓出去的 尤其这条线 这条线特别清楚 是往外鼓出去的 所以创曲面才能维持这个结构呢 是永远是挺在那边的 就像蛋壳一样 用格子量的方式 去缩掉出一个博壳的一个墙 在那个时代 五十多年前 还没有电脑 你看他们的 我们在看他图的时候 就觉得不得了 那个图画得非常的精密 几度 多少角度 尺寸 全部标示得很清楚 那这个教堂 很重要的 咨询的人物 就是吴耿忠先生 这个引召杀 吴耿忠先生亲自说了 所有时候他进来呢 他做一个大锅子 杀都要全部炒过 炒到里面的水分完全接近零 然后按照教科书的比例 水飞比来参 很精准的来算出 混凝土的成分 这混凝土每一次罐呢 因为它是天然的 所以这整个的色泽材料 大概会有点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不规则的细缝 还有颜色的差别 就是这个不同次罐的 这个分界的地方 那这边还可以看到 一条这个线 那个是磨板 甲板接缝的地方 那这个东西都很忠实的 保留下来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一个 施工的过程的记录 大胆采用最新工法 舍弃传统的梁柱结构 工程难度相当高 整栋建筑物的拆模 更是一大考验 也是陈其宽 津津乐道的故事 它的施工难度太高了 那这个模板呢 它是里面用很多的木头 这样撑起来 等到拆模的时候 就是要把模板拆掉 这些工人都觉得 这个太不安全了 所以拆模的时候 他们不敢拆 陈其官先生 自己就站在下面 你们把这个下面垫的这个 把它打掉 如果它不行 它压下来 就一定压到我 所以工人都出去 他就用这种敲敲 把他 啪一声 好好 东海教堂取名 陆思义 是为了纪念陆思义牧师 他现身中国宣教长达44年 也催生了联董会 1963年教堂完工 举行线堂礼拜 陆思义的女儿 穆尔夫人 和贝玉明 都历临出席 很少有一栋建筑物是我们叫做叫好又叫做 极美 真是美 第二个它极简 真是简 每一个存在都是必要的 你拿掉是不行的 虽然是简单的方式 可是却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很复杂的过程 很精密的过程 可是出现的结果是很简单的 这句话在教堂里面是被这个空间呈现出来的 全部要说的 天梁 这句话在这种